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少爷的名字才真是不同凡响 我叫刘不远 很特别的名字 特别吗 从今往后 我龙奥天要誓死守护刘不远 你还挺忠心的 这个龙奥 怎么总感觉你更像少爷 少爷说笑了 你我主仆二人站在一起 旁人一眼便能看出 谁是少爷 那是自然 那既然老管家特意安排了你 想必 你一定有不少过人之处吧 非夜 我患有胃病和幽闭恐惧症 我对女人过敏 身上还会散发出淡淡的 烟草味 这全是少爷的痛病 你没事吧 你可血了 是熊猫血 你那么也是血吧 没关系 我有位医生朋友 他每天下午都会来帮我调理身体 越受越像少爷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人 在下 184 谁问你了 罢了罢了 你只要记住 今天只要能和王老板谈成这笔生意 其他的都不重要 知道了 少爷 少爷 待会儿想用什么茶 龙井 王老板最喜欢的就是龙井 怎么了 不是 就按他说的办 好嘞 奇怪 我明明对女人过敏 可是对这丫头怎么去 心里活动就不用说出来了吧 坏了 下雨了 这样 你去取两把伞 随我到门外迎接王老板 就按你说的办吧 不然呢 这鱼也太大了 少爷 这府上 只剩一把伞 我这么大个府 就这一把伞 那些没用的东西 丢掉就算了 有用啊 我现在就要用 我这个人做事 从来不考虑后果 那也不用骄傲吧 要不你也站起来吧 无必了 我喜欢你 不是 你 这越下越大 你还一身的病呢 你先别嘟嘟了 您是想和我做朋友吗 吓我一跳 我咋的了 您越界了 不就打一把伞吗 请注意您的身份 我 少爷 我事多醒了吧 无情的雨呀 就用你那冰冷的双臂 狠狠地编制我吧 你干啥呀 对不起 少爷 让你看到我脆弱的一面了 我 我都看到了你的好几面了 你 少爷 怎么了 电话响了 我听见了 喂 王老板 您什么时候过来我 您不来了 那咱们的生意 为什么呀 哎呦 王老板 我要两成利就已经不赚钱了 什么 欧阳家只要一成利 欧阳家他平 王老板 你刚刚说过的话被我驳回了 我不 我不仅要两成利 现在还要多加两成利 记住 这是通知 不是商量 你认识王老板啊 在我七岁那年 我的父亲曾救下过一名孤儿 并把他带回家中抚养 可是直到这孩子十八岁成年那天 我们才得知 原来他的父亲 竟然就是 我的父亲 那王老板是 我不认识王老板 你不认识王老板 你说那么多 我只是突然想起此事 那你刚才 这苹果 来自焦州啊 你别说话 你知道这是谁吗 王老板那可是 王世昌 在得罪得起嘛 事情开始变得有趣了 你有点让我恐惧了 王老板 实在抱歉 刚刚是管家不懂事 我 什么 让我家少爷 接电话 是不是搞错了呀 我就是少爷呀 不不 我才是少爷 我 你好好跟王老板说 世昌 你礼貌吗 我是真心的想要四成立 你这毫无技巧 好的谢谢 这就同意了 同意了 用真心就可以吗 没想到没想到 我跟欧阳斗了这么多 少爷小心 怎么回事 刘波 你敢抢我欧阳的生意 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欧阳 这消息走得也太快了吧 我 你是不是打错人了呀 我才是少爷呀 你会儿不值钱吧 少爷 你的头 我头怎么了 破皮了 破皮 你这一惊一乍的 你下不下人 不 不 不 你这是干啥呀 你听我说 欧阳心狠手辣 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我们得赶紧 你听没跟我说话呀 你跳火得了你 少爷 我在这儿呢 少爷 我在这儿呢 少爷 你再把人给招来 不要 你触碰到了我的逆鳞 真没事 我顶多就留个疤 你竟敢让刘伯儿刘海刘疤 我要把你打得七尺咔嚓 非得压上这个运呢 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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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 欧阳 你住手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住手 住手 你 欧阳 不 不 解决了 你没事吧 没事 他们只有两百个人而已 怎么解决的 无他 为首属尔 优雅 真是优雅 没事 他快走吧 老天 老天 少爷 老天 对不起 我失态了 我去找医生 不 已经来不及了 老天 老天 少爷 我只有一件事 要求您 就是我那 同父异母的胞弟 我会照顾和他的 千万别管他 少爷 我说过 我龙奥迁 要誓死守护刘伯 对不起 我实现了 少爷 我好像已经 我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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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愈了 我全愈了 我全愈了 刚才受那么重的伤 怎么办到的 用真心 你不会别的吧 太好了 赵小姐竟然答应了我一同出游的邀请 真是没想到 是啊 少爷 谁能想到的 这啥意思啊 赶紧的吧 火车快开了 不 这东西 从哪里上 你跟我来吧 你 刷刷 快点吧 小姐 不然我帮你拿它 哎呀 忘了 你身体不好 你能活着我都谢天谢地的了 快点吧 火车就要开了 小姐待我果真是其身一重 就是这儿了 少爷 那我便把行李放在上面了 姐袖子呢 是的 少爷 拉到我自己来吧 放手 这不是你该做的事 再来一声 就是这儿了 让开 谢谢啊 刘波 赵娟 原来这位便是少爷口中所说 令你茶不思饭不想的赵小姐 你说啥呢你 不好意思啊 娟 没事 这是我府上的管家 龙奥天 好特别的名字 只是平平无奇的名字罢了 我相信赵小姐的名字 轮得着你问 我叫赵娟 这个是从小跟着我的丫鬟 叫冷冰冰 爱雨梦翠霜 雪花糕啊 郭少您好 您好冷 冷啊 叫小霜就行 小霜 就快坐 你也是 谢谢你邀请我出来游玩 我一直都特别想去娇州 你喜欢就好 我 我 天啊 小霜啊 倒点茶水 拿点瓜子 是的 少爷 你这丫头为何如此莽撞 分明是你走路不长眼睛 喂 明明是你蛮横不讲理 第一 你好无理取闹 第二 我不叫魏 我叫冷冰冰 爱雨梦翠霜 第三 第三这么短吗 看在你身体抱恙的份上 我不与你纠缠 可恶 又是熊猫血 你俩身体要都这么不好的话 先坐着歇会儿吧 多谢小姐关心 带我先去给二位七茶 不必了 小姐素来只喝双二泡的茶 那倒也是没关系 这 咱聊咱子 怎么了 抱歉小姐 是双二没用 就让这茶水打湿了衣衫 没事 包里有心的你去换上吧 还可以这样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 真是个笨丫头 不是 这孩子 包里没打呀 你是 这啥小姐 潇洒 真是潇洒 你让你见笑了啊 不会 你心眼真好 嗨 我自打见到你我就 有一种感觉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 就是 小姐 我这样穿 行吗 这 这还是那丫头吗 没变化呀 没变化呀 你惊着病啊 这不跟刚才那件一样吗 我好像是病了 而且病得不轻 怎么说呢 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对 娟儿 我刚才想表达的就是 我一见到你就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敢问姑娘的方名是 你可真敢问 小双小双 我都叫半天了 让我猜一下 还还还猜 你叫 小双 对喽 你怎么会知道 我说的 那你猜猜我叫什么 我猜呀 你叫龙澳天 我呢 叫赵娟儿 哎 你不会就叫刘娟儿吧 真不愧是少爷 娟儿 咱聊咱的 好 这次去娇州 你最想玩点啥 等到了娇州 我想去海边 看月亮 月亮 大月亮 嗯 娟儿 我也很想 我就很少出门少 吓我一跳 谁问你了 为何 他问的 我怕黑 他一个一发四 恐无有力的大男人 竟然怕黑 可恶 被他知道我的秘密了 哈哈哈哈 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哈哈哈哈 小姐你听到了吗 嗯 他怕黑 他怕黑 你 你不许嘲笑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啦 我冷冰冰 爱与梦脆霜 向你发誓 这件事情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知道 哈哈哈哈 哦 哦 我已经两个人知道了 真是个小傻瓜呀 哎 绝不快有第三个人知道 我也知道了 嗯 绝不快有第四个人知道 全这乡都知道了 哈哈 可是我 好了 我相信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舍儿 谢谢你替我守住秘密 哎 没守住啊 谢谢你 没守住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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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客气人家 哈哈 不客气 这样 作为交换 我也告诉你一个我的小秘密吧 是假的 他有秘密 席耳恭听 其实从小 我便有一个梦想 便是身体健康顺遂 但我们家一开始 然后 最终 好的了 你已经遭过如此苦难 哦 你俩对话令我混乱 哈哈 罢了 梦想终究只是梦想罢了 我真的 不明白为什么 哎 哈哈 其实啊 我也有一个梦想 就是跟刘伯仁儿 好好聊会儿天 是 同一节车厢 不同的梦想 对不起少人 是在下宪月了 抱歉小姐 是我失礼了 没关系 要不你俩先去旁边 休息会儿吧 你说说这两个人 这些话是怎么说的出口的 好不害臊 是 胆多大 但可能 这也算是勇敢吧 这是勇敢呢 勇敢 娟儿 我想跟你说 其实我 我一直都是独身艺人 这些年做生意 我赚了点钱 我 我就是想和你说 谁让你唱吗 龙傲在天上飞 双儿在地上追 你还给我 这是写给我的 不是 我对她 一见钟情 这就钟情了 可我只是个丫头 而她却是个管家 我们的身份太过悬殊 你并不悬殊啊 我 我都是乱写的 只有超级大笨蛋才会喜欢你 难道你不是超级大笨蛋吗 我 我不是 而且我们两个 是绝对不可能在一起的 祖爱在哪里 双儿 这是要干啥去 这是 这剧情发展得太快了 变成欧天再提起来主意了 不是 娟儿 你刚才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 对 娟儿 我想说 你送我的怀表我一直戴着 这次我约你出来玩 我 我就是想和你说 双儿 双儿 双 二位 你们有没有看见一个小女孩 她大概这么高 没看见 大眼睛 不在这 她叫冷 冷 冷冰宁若雨若冰霜 对 冷酸宁智取王氏昌 昌儿 昌儿 这 这 这要是能找着才怪呢 说了最啥 那个 哥哥 你接着说 娟儿 啊 这次我约你出来玩 我就是想 前面啊 都不重复了 直奔重点 娟儿 哎 我就是想对你说 啊 车厢下雨了 我就知道 宝田他不会来找我的 他找我的门儿 娃娃 琴六海大眼睛 我们两个人此生 终度不会再见面了 你俩要是日和就能见面 那个 时间紧迫 不如你赶紧说 昌儿 昌儿 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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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昌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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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看不到你啊 你还听不到吗 双儿 别 双儿 你俩 你俩过来啊 这儿 别 赶紧地继续啊 对不起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的错 不 是我的错 不 是我的错 不 是我俩的错 可不该逃跑 我不该任性 我不该让你担心 我不该让你难过 我俩就不该带你俩出来 我不该让你担心 冷冰凭凭去开阵 双儿 就对法兰儿 你可知道 你离开的这一分钟 我仿佛度过了六十秒 这啥意思啊 准准的废话 别推我 不要推我 minor 我ция 听我出去 杨双 双 双 昕子 瘋狂 双 没事吧 双 双 我是谁 这是哪儿 怎么还失忆了呢 说了 小姐 还好还认识我 我们这是快到郊州了吧 这都记着呢 双儿 你好过分 你好残忍 你好点了没有 你是谁啊 我是 我是傲天啊 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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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儿 你都忘了吗 我们的相遇 我们的秘密 我是你的怕黑傲天哪 别别别别别忘了 这么多的回忆 你都忘了吗 不就是这点回忆吗 不 这位先生 你吓到我了 对不起 双儿 我只是 我只是真心希望你快快想起来 可是 想起来 你别着急 她的脑子刚装 想起来 快想起来 快想起来 想起来啦 我是谁 你是冷冰宁爱与梦翠霜的龙傲天 那你呢 我是龙傲天的冷冰宁爱与梦翠霜 你想起来了 我想起来了 你想起来了 太好了 哎呀呀呀呀 想起来就太好了 你俩差不多得了 这干啥呀 这都到山海关了 半天我开上门还没开了呢 就看你们天上飞地下追的了 满火车的跑啊 完了还出车祸 车祸以后还慢动作 慢动作 脑袋往这一磕就能失忆了 我脑袋往这一磕 哎呀我天哪 少爷 你干嘛这样 你干啥呀 孤王一下子 当心留疤呀 是重点吗这个呀 你们都谁呀 什 什么 这是哪啊 少爷 你 你认识我吗 不是啊 你看着我 你没事吧 别吓我 这位小姐 虽然不认识你 但我觉得你很漂亮 但是我漂亮 我去照圈啊 你一直留步啊 都忘了吧 这是在火车上 我现在几点了 别吓我呀 八点四十二 这个照片 我结婚了 他结婚了 我也刚知道 对啊 你看 对 哎 你跟照片上这个人 长得好像啊 好像 有没有可能 这就是我呢 那 你是我的妻子吗 有没有可能 可以是 可以是 真好啊 可是奥天 你家少爷将你忘却了 我自己的事 不认识你 你也不在乎 我自己的事情 我自己的心里 你会在乎 但是你去的 你去的 我一个人 我自己的心里 我自己的心里 你会在乎 我自己的心里 我自己的心里 这府上一时半会儿 也找不到其他的管家 多说的没错吧 邵蕊 你还知道我是邵蕊啊 小红帽 最后和猎人一起击毙了大灰狼 从大灰狼的肚子里 救出了被吃掉的外婆 外婆兴奋地大喊道 其实我是你的双胞胎哥哥呀 从此 我们三个 就是快乐幸福吉祥的一家 姥姥 姥姥 对吗 外婆 哇 你们这个家庭关系好割裂呀 这是什么混乱的伦理关系啊 她是她的 算算算算 直接投票吧 来 小红帽大电影第456稿 投票 毕掉 瞎改 我瞎改 哎 制作人的意思 我要不这么改的话 我们都拿不到稿费 你有本事找她说去呀 就她来了 我也照样毕 毕谁呀 呦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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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四位大编剧 该交稿了吧 啊 听说你们的稿子还必来必去 妈呢 编剧的鱿鱼游戏呀 哈哈哈哈 你们在这儿扯傻那斯米达 哈哈哈哈 耶 哈哈哈哈 人家鱿鱼游戏还有奖金呢 我们四个想吃点鱿鱼都没钱满 我就是鱿鱼找了你们这个 悠悠悠悠悠的编剧 才给我整鱿鱼了 梁子 我们编剧难产 也是因为我们有艺术追求 你谈艺术追求就完蛋了呀 哈哈哈哈 我吃巨子 拿下了小红帽这个大IP 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创造一个小红帽的元宇宙 哈哈哈哈 索子 你知道吗 就像钢铁侠一样 咱们也搞一个小红帽侠 啊 I am Redhead 哈哈哈哈 还有 春光灿烂 小红帽 小红帽与阿斯卡般的囚徒 哈哈 我 还有这些好的作品能改就改 能蹭就蹭啊 哎呀呀 这小红帽不红倒是爱蹭啊 哈哈哈哈 这是蹭IP太low了 我不干 哎 苏老子 你说这话强人所难的 你们要yes and 不要no but 拜托啊 你们这样呢 呃 你们在这儿即兴退演机稿 我呢按照这个观众的标准来看看你们啊 我呢已经做出决定了啊 稿子一旦征用 搞愁 翻倍 哈哈哈 你就八倍我也不写了我这 大大死 苏高 你忍忍嘛 就当逗他玩嘛 好不好 哎 杨总啊 嗯 我这儿现在有一把 哎呀 别乱走 好 别是谁 来来来 不不不 人家杨总说了要配合配合嘛 来 快帮我读一下稿 杨总 嗯 我这个版本 致敬 经典港片 好 当猎人 和大灰狼终极对峙时 给我个机会 怎么给你机会 我以前没得选 但现在我想做一批好人 好啊 你去跟预言家说呀 看他认不认你的好身份 哎 大灰狼 去哪里啊 森林里啊 然后呢 吃你啊 不吃我行不行啊 不吃你 你养我 我养你啊 畜生还想吃人 看枪 给我打死他 打死他 这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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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老太太闻得高 瞎呗呀 啊 这都是什么呀 你这不是小才闻啊 我拜托你啊 你不要揍他经典老片了好不好 咱们中国人 不骗中国人 哈哈哈哈哈哈 你找 你你上 你给我找一些市场上喜欢的行不行 哎呀呀呀呀 杨总 市场喜欢我懂啊 哦 我这么跟你说啊 现在什么当道 什么啊 什么当道 什么当道 填宠 你懂 我们可以把小红帽写成填宠句吗 哎 小红帽怎么填宠啊 我过不去 对呀 我觉得是 万物皆可填宠 哈哈哈哈 他是十八年后长大成人的小红帽 哈哈哈哈 他是一心为父报仇的狼崽子 哈哈哈哈 怎样的爱恨纠缠 让他竟然爱上了他 哈哈哈哈 灰狼少爷 救宠你 哈哈 今晚 哈哈 甜蜜 来袭 哈哈哈哈 小红帽根本就不可能爱上大灰狼 而且他是在我外婆家 吹了我外婆啊 外婆家 就是用来吃 哈哈哈哈哈哈 你别打岔 前宠剧的女主 就要 没啥 擦 外婆失去的是她的生命 小红帽收获的是她的爱情 哈哈哈哈 我虽然听不懂 但是我大受震撼啊杨总 我觉得这个糖可以磕一下 哎 给我冲起来 呸呸呸 不行 不行 这 你 你干吗 小红帽 别再过不去了 再过不去的话 我狼傲天 现在就闯入你的人生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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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这样 我外婆还在这儿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好会呀 你给狼整不会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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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哥 如果咱们真要做甜宠的话 干脆就把小红帽 做成大女主的戏 可以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灰灰 哈哈哈哈 老实点 你要是再不老实 我就把你狼立个儿狼 哈哈哈哈 外婆 那我走 哈哈哈哈 你不是要闯进我的人生吗 这是狼给的诱惑呀 哈哈 这段得付费啊 哎 你把枪给我 我蹦死你 哎 杨总 你不管一管吗 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狼明显被虎住了呀 对啊 啊 杨总 这设定怎么样 我觉得特别好 但是 我觉得这个红狼夫妇的甜度啊 还不够 没磕到我 这还不够厚啊 这还能怎么甜呢 这个东西 这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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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哎 不行不行不行啊 不行啊 这么改 这本子该叫狼列令了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 你听我说啊 甜宠不能这么搞 CP也不能这么吵啊 我我我我自我否定了 我自我否定了 哎哎哎 塑子你说这话 就像老太太给老伴说脱口秀给爷整笑了 哈哈哈 那帮说脱口秀的他都能吵 凭什么咱们不能吵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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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玩意啊这都是啊 啊 哎 现在电视剧到处都是高唐玉琴 个个都是甜宠剧 我眼睛都快得糖尿病了 咱们编剧的坚守 咱们编剧的艺术追求 有道理 毕竟我们是要搞元宇宙的 好 这样 你们来点国际化的填充 像好莱坞 看齐 你也得有那个预算呢 那咱们干脆就做宝莱坞 当小红帽在横河边上遇到了大灰狼 他是来自北霜的狼 走在森林的小路上 看到小红帽动作希望呀 我要吃掉它没商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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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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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跳 跳 跳 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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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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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演的哪一出啊 摔跤吧 小红帽啊 不是 这明显是剧情不够歌舞来凑 杨总 你这行吗 你这 我觉得很合理啊 观众小了 这就是最合理的 你要是觉得不合理 你就拿一个底兜住它 把它山花合理 我们是搞什么的啊 我们是搞喜剧的 喜剧的结尾 不把观众眼哭 就不叫好喜剧 说得好 各位 改编不是乱编 细说不是胡说 你们这么改呀 是要给格林兄弟谢罪的 删情嘛 我熟 我以前写小品 来 当小红帽和猎人 即将杀死大灰狼的时候 小红帽 你不能杀他呀 为什么 嗨 我跟你说实话 我呀 不是猎人 他也不是大灰狼 我俩是你外婆 过来的临时演员 你呀 误会我俩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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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您为什么这么做 你们不知道 我平时在外边工作 有多忙啊 忙 忙 忙 都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忙点儿好啊 哈哈哈哈 我要是不说 我被大灰狼吃了 你能回来看我吗 哈哈 亲爱的小红帽啊 我想死你了 哈哈哈哈 外婆 现在咱们日子变好了 森林里也通往了 哈哈 您可以用智能手机 给我打视频电话呀 哈哈 那你得常回来教教她 老年人最需要的是陪伴 你呀 成天年别只顾着蔡蘑菇唱山歌 得帮咱老年人搭上互联网的快车呀 对不对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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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仁同志 对不起 我错了 我可以到森林 天 麻烦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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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来了 就是深山人 浩克森林 欢迎你 哈哈 哈哈 有声您说话 哈哈 这真是森林社区故事多 有趣的人儿凑一窝 要说谁的最可乐 外婆 哈哈 孩子们呢 别走了 今儿团圆 咱们一起啊 好巧合 哈哈 来 我们给大家 快 停 不停 音乐 停 停 都停 哈哈 哈哈 干啥呀 哈哈哈 你演进去了 哈哈哈 哎哎哎包饺子 哈哈 你们都没动你们那破脑子 哈哈 你们是编剧呀 应该是咱们一起 写本子 咱们给大家 写烂片 啊 哈哈 写烂片 大家这没想 还不行 没有了 写烂片 我准备找徐章座的导演 谁来的都不好识 哎呀不行啊 你说呗 黄锅那边都不行啊 哎呀 咱们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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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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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行 我真觉得不行 我真觉得行 蒙总 蒙姐 我的大制片人 你就给我留条活路吧 张导 张也 我的大艺术家 就别执迷不悟了 不是 姐 你给我塞这几个人 他真不适合演孙悟空 给我一个理由 你看这个 这 这整得也太过分了吧 人家有流量 哈哈哈哈 这 这根本就不是个演员 人家代资进组 这个就太过分了 这也太老了吧 这是我咱舅 这看着还行这个 哈哈哈哈 以前在少林寺待过 那棍耍的才厉害的 不是姐 最主要是 他们不适合演孙悟空 怎么就不适合呢 姐你看 为了孙悟空这部戏 我筹备了多少年 啊 你让我拍田虫我拍了 你让我拍霸总我也拍了 啊 好不容易拍孙悟空了 你从如来佛到癞蛤蟆经 全给塞买了人 就连萧天犬 都是你闺蜜的鸡娃娃 那他那鸡娃娃叫的厉害 弯弯的 对对 好好好 所以孙悟空这个人选 我是绝对不能再妥协了 这三个人 都是资方要塞的人 你随便选一个 咱马上就能开机了 我好不容易拉着投资 你为啥要跟钱过不去呢 真是 你看看 资方爸爸又来电话了 你好好想一想啊 人家放的是琵琶群吗 那是鼓掌群 哥这谈个破琵琶 哈哈哈哈 喂 爸爸 服务员 给我噓点水 导演 张导 张一某导演 张一柄 你好 你是真怂啊 哈哈哈哈 不是你是谁啊 我是来帮助你的 你帮我把水蓄上就行了 哈哈 我是来帮你演孙悟空的 哈哈 不是 你是谁呀 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适合演孙悟空的人 别问为什么 知道的越少越好 哈哈哈哈 经理 经理 哎哎哎 哎怎么了哥 你们这服务员怎么回事啊 那什么态度啊 哦 对不起哥 孙小龙 导演你就让他演吧 他是最适合演孙悟空的人 哈哈哈哈 不是你是不是经理 是啊 但也是他经纪人 哈哈哈哈 这不是个饭店吗 横店的饭店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也不 是这样啊 我今天主要就是来吃饭来了 有什么事呢 咱们回头再说 好 回头说 您说 我有事情要处理 你们俩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吗 好的 走 出去 我是让你们出去 出去 出去 好 没问题 好的 再见 父亲 这催的我呀 怎么样了 决定呗 这 拉倒吧 先吃饭再说吧 服务员 点菜 就来个你家那个 新年五人团聚套餐 姐 咱俩人 要喝 把你给忘了 你看你吃点啥 我我我来碗米饭就行了 就来碗米饭的 吃这么少呢 姐我压力太大了 是 我也丑无得 碗米饭一点胃口都没有 姐姐 你看一眼这人真的 他整得太过分了 他都像个外国人了 人我要的就是像外国人 咱得创新 中西结合 我以后啊 会带着我们的片子 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到好温室 到洛杉矶去 我都想好了 就让那个悟空跟 国外的天王 麦克尔扎克森 结合一下子 不是不是姐 他俩他俩就没关系 他俩 怎么没关系呢 要我说他俩就是一个人 那声音都一样 咦咦 呀吼 师父 啊吼 一不一样 不是不是姐 他他最最关键 我不知道他怎么跟戏结合 没有画面吗 一点画面都没有 就比如说 悟空 以为唐僧死了那段戏 他看着唐僧肉 是什么心情 师父 你这 我这 我还没 你就被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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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杀了我师父 是谁 是谁 是谁呀 现在有没有画面 有了 怎么样 我刚看了 不太行 我也觉得 不太行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上菜去你 不是姐 现在也是 这用Michael的人太多了 用的多咋了 不是姐 你看是这样啊 我这回拍这个孙悟空 我是怎么想的呢 嗯 我不想拍那些表面的东西 我想走入孙悟空的内心 你比如说啊 五指山下 嗯 孙悟空 被压了五百年 嗯 你想 他应该是个什么状态 你有没有画面 没有 他大概就是 他就是那种 哎呦我天呐 这还是让人给夹上了这样 不是 就是这种感觉 怎么 齐天大圣 曾经的齐天大圣 如今想吃个苹果 都得看凡人的眼色 你想想 如果他此时说话的话 他会说什么 五百年 沧海桑天 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 你有画面了吗 你别说 他这么一夹 我还稍微有点画面了 是不是 但是啊 依某 你拍的那种东西 你想要的那种东西 大家不愿意看 现在观众都想看 霸总 填宠 这这 这个孙悟空 他跟霸总 我就结合不到一起去 我 我没有画面 你又没画面 服务员 来给他个画面 说孙悟空 走在马路上 遇到了一个漂亮姑娘 这个姑娘是个白骨精 要紧 但他就爱上了白骨精 小妖精 白骨精想要杀他的师父 但他就怀了你的猴子 天庭知道了 把他 把他关入了炼丹炉 老俊 你有种烧死我呀 突然发现那老俊 脚的贼俩帅 老俊 你在玩火 他一脚踹坏了炼丹炉 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 就回到了白骨精的身边 只为说那一句 老俊 Love you 你这多好看 这玩意儿 他这个就 他这个不是真的孙悟空 谁在乎 谁在乎 他懂我 不 是你懂我 你刚才说那五指山呢 我觉得是对的 五百年啊 被押了五百年的齐天大圣 一身的才华没处施展 他所有的才能都无处展现 就连吃口饭 还得看个凡人的脸色 可是他曾经 是多么的辉煌 可是他忘了 对 他忘了 他忘了自己是毕马温 他忘了 他忘了自己曾经是齐天大圣 他忘了自己曾经一个人 面对十万天兵天将 他把什么都给忘了 他的眼神里 还有一丝执着 可他不记得在执着些什么 他的眼神 还有一丝怨恨 可他忘记应该怨恨谁 五百年 风吹雨打 都不怕 这就是我要找到孙悟空了 姐 这就是我要找到孙悟空了 我三舅你也不用 我三舅你也不用 原来是自己有人 我三舅你也不用 不是不是 他 那你还费什么劲呢 呦呦呦呦呦五指山了 自己玩灯块 发贬 我不是姐姐姐 我 我刚才真是刚认识他 刚认识他 刚认识我为啥要用他呀 因为我就是啊 你是啥呀 因为我就是孙悟空 他还在戏里面 姐 但是这种感觉是对的 我也坦白了 我就是 ROO RIGHT 佛 佛 佛 玩我呢 是不是玩我呢 哥哪找个精神病 我真是孙悟空 我都跟你摊牌了 我这 你就是孙悟空 我也不能用你 我就是 你个人去下来 不是姐 我脑海中的孙悟空 就是这种形象 一某 你不是第一天干这孩儿了 你是搞艺术的 我是搞钱的 找这么一个玩意儿拍出来的玩意儿 给谁看 谁愿意看 我压力太大了 我现在才好像都五指线压着我这点 我一大公司 从上到下 指着我给饭吃呢 而且我的饭量多大 不提这个 不提 就说他 我肯定不能用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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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就是孙悟空 我就想帮他拍一个好的孙悟空 那我就真是如来佛 怎么的 要逗我呀 诶 我 我 我在天庭外不能使用法力 要不然我走 我定了 呀 呀呀呀 大圣啊 那你天庭的公墓很繁忙吧 赶紧回去吧 那花果山呢 桃子也熟了 回去吧 你一个金斗鱼你会鬼巴打 姐姐姐你给我个面子 你就给他一次面试的机会呗 你是不是非要用他 他真的 你用他我把你也换了 想好了再说 跟他没关系啊 你有事冲我来 你 以后 我定拍啥就拍啥 我定谁演就谁演 我定我三舅就是我三舅 我定是 定啥呀 你这干啥呢 姐 不是 他怎么了 我定住了 什么玩意你定住了 这姐 姐太急了 不是 不是 他到底怎么了 我都说我是孙悟空了 不是 你什么你孙悟空 我信 什么玩意 怎么回事呢 我是不是被他催眠了 你这些雕虫小气 就这些雕虫小气 吵死 这回信了吗 这回信了吗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他是不是被你催眠了 姐 来 我帮你解开 姐 大圣 大圣啊 你不高眼啊 你定功了 你好 大圣啊 大圣啊 你怎么来了 你为何要为难小仙啊 在人间施法呀 为了帮个人 那四大天王已经在来的路障了 小神也是爱莫能助 爱莫能助了 不可能 他觉得是个群演 他觉得是个群演的 不好吗 经理你快看这怎么回事 大师兄 杀活着 你好 大圣 你在凡金使用法力 天平派人来抓你了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八戒呢 二师兄 在节目里当导师呢 笑得春风灿烂的呀 靠不住 靠不住 我把你扛一会儿 不用了 自己的事 我自己担着 好 你真是孙悟宫 不然呢 不许拍啊 孙悟宫 以书幻天调 在难间善诱 束缚 我的奉命 鸡然为兵兵 这 这是谁啊 四大天王 本来 我是游历人间 还想到这个恒电 体验一天演员的感觉 结果你们太不好玩了 多亏碰上了你 但多了你 我还犯了天调 不是 大声 你为什么要帮我呀 因为我觉得你能够拍好吗 你真觉得我能拍好 好 那你能来演吗 那你能来演吗 我可能够呛了 我这个犯事估计得在天厅关几个月 没事 我可以等你晚几天开机 天上一天地上一年你等得起吗 那我也够呛了 行了 好好拍 我认识我信你 你真的觉得我能拍好 再坚持坚持嘛 万一是对的呢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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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